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是一位注重旗艦手机 握持感的用户 那么今年的 魅族18和18 Pro 你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手机的手感这个东西 虽然有因人而异的玄学 但我们还是可以分解成几个理性的参数维度 目前综合过往的机型口碑来看 厚度8mm左右一点点 重量160-190g 还有一个相当影响握持感的参数 宽度 很多人容易忽略 最好在72mm左右 而后盖最好是磨砂质感 不沾手汗指纹 再配合两侧曲面机身 更贴合手掌 不割手 魅族18和18 Pro 的机身设计 不论是三维 八曲微弧 还是 A 机玻璃后盖 正因为完全落在这个区间内 才使得我们团队里上至1米9的大汉 下至1米6的小个都一致认可他们的优秀的手感 这两天体验下来呢 我觉得这两台手机 并非是大家传统认知的旗舰和次旗舰 小杯和中杯的关系 应该说 魅族18和18 Pro 是两台侧重方向不同的旗舰手机 魅族18侧重轻薄机身 更追求极致的手感 性能均衡 这一点 大家从关键的硬件参数上就能看出来 有商们的小屏旗舰 不是砍屏幕 就是砍SoC 或者大砍电池 甚至还有砍RAM和ROM 相比之下 满血的魅族18 确实算得上是真小屏旗舰 而如果你想追求更极致的性能 更好的影像系统 和更持久的续航 那么189克的18 Pro 就是魅族给你的另一个轻薄旗舰方案了 那今天的想拆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对魅族开年双旗舰的内部结构 是如何完成双舰何必的 第一步 关机后取出卡托 卡托位于机身底部 双Nano SIM 设计 上下放置 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卡托材质为塑料加金属 奇怪的是 魅族18的卡托孔洞 居然比Pro的要深 用我自己祖传的那个卡针 完全插不出来 只能用原装自带的卡针了 两者卡托只是在表面的工艺有所不同 一个磨砂 一个光面 第二步 拆卸后盖 还是常规的三明治结构设计 直接下手后盖 在加热垫上90摄氏度加热三分钟后 用吸盘在底部起开一条缝隙 但这后盖有点紧 勉强只能插进薄的金属拆机片 小心划开一个口子后 再用厚的塑料拆机片 完全划开底部 接着沿四周划开 即可分离后盖 后盖材质都为玻璃 内侧结构也简洁的一致 只有粘胶和后摄开孔 18 Pro 四周的粘胶比较窄 但后摄开孔边缘还有两处额外的粘胶 而18 只有四周的粘胶 但相比 Pro 宽了不少 后摄开孔处都有相应的镜头缓冲泡棉 主体部分都是经典的三段式结构 观感上简洁舒适 区别只是在硬件用量上不同 从后摄无线充电模块 大容量电池这些 也能看出两台手机的不同定位 18 Pro 硬件性能拉满 18 注重轻薄手感 难免会考虑结构平衡问题 比如 18 Pro 上下有缓冲泡棉覆盖 18 就取消了设计 NFC 线圈都设置在了后摄的右侧 魅族 18 Pro 用的还是熟悉的环形闪光灯 表面会比主板盖板略低一些 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而魅族 18 因为内部空间的限制 采用了常规的双色纹闪光灯 并且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第三步拆起主板 卸下固定 18 Pro 主板盖板的10 颗螺丝 分两种规格 撕开底部的缓冲泡棉 尝试取出盖板 但背面还连着无线充电模块 和环形闪光灯的排线 分别挑开 BTB 后即可取出盖板 盖板内侧有对应 BTB 的缓冲泡棉 主板盖板还是比较薄的 但是在后摄的左侧区域有加厚的设计 NFC 是通过触点的方式和主板相连 至于 18 的盖板就比较简洁了 也是10 颗螺丝 两种规格 缓冲泡棉也都具备 现在再来对比一下轴体步伐 两者表面都有大面积的散热膜覆盖 上至前摄背面 下至喇叭BOX 用料相当豪狠了 听筒都是集成了扬声器的设计 4 根同轴线接口错落有致的放在右下角 我们接着往下拆 Pro 撕开散热膜才能挑开电池 BTB 断电 再依次挑开主排线 超声波指纹和屏幕的 BTB 前摄的 BTB 被压在了散热铜箔下方 只能先撕开 PCB 表面全覆盖的这层散热铜箔了 随后挑开前摄和感应组件的 BTB 再挑开右下角的 4 个同轴线接口 并且拉出线槽 最后卸下一颗附订主板的螺丝 从下方取出主板 后摄的 BTB 接口都在主板的背面 后摄背面还有大面积的散热铜箔覆盖 撕开后挑开所有 BTB 即可取出后摄组件 竖排三摄固定在了同一个防滚架上 主摄采用了大底的 GNE 并且配备了记忆金属光学防抖 相比传统的悬丝和滚珠防抖结构 体积更小推力更大 特别是对于小尺寸的魅族 18 可以很好地来优化内部结构对叠 深感镜头和红外发射器是一个单独的组件 挑开两个 BTB 即可抽出 详细的后摄参数 大家请看图 而魅族 18 的后摄参数 虽然不如 18 Pro 那么强悍 但是基本的焦段 你比如超广角 长焦还是覆盖道 主板背面也有全覆盖的散热铜箔 SoC 区域有额外的散热硅脂 对应中框位置部分还有一大块的 VC 液冷均热板 撕开铜箔发现部分芯片表面有散热凝胶 露出的芯片就是满血版的 LPDDR5 RAM 下方则是骁龙巴巴巴 而 UFS 3.1 的 ROM 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至于魅族 18 在性能这部分丝毫没有缩水 和 Pro 一样直接拉满 该有的配置都有 Pro 有的散热结构一个也没少 再来看上半部分剩下的零部件 先取出前摄 前摄采用了三星 4400 万像素的 GHE Sensor 接着取出顶部的塑料填充件 其上固定的是环境光传感器和距离感应器 挑开听筒排线的触点 再挑开粘在中框上的听筒 底部四周有泡棉双面胶 尺寸就是常规集成扬声器的尺寸 侧架是通过触点的方式和主板相连 第四步 拆卸副板部分 线下表面的七颗螺丝 挑开喇叭BOX 从背面可以看到将近三分之二的区域都是扬声器 出针口对应中框的位置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X 轴线性马达的M-Engine是粘在喇叭BOX 上面的 分离后我们来看一下尺寸 魅族的马达调校下来都非常不错 不管是软件算法还是硬件用料一点都不含糊 反观魅族18的扬声器和18 Pro 尺寸将近 并且马达部分采用了0815 尺寸的 X 轴横向线性马达 这是目前安卓旗舰里比较顶级的马达了 在相同用料下在小尺寸机身的 18 上可以得到更好的震感体验 接着我们来挑开主排线和天线小板的 BTB 再挑开一个同轴线接口 卸下两颗固定副板的螺丝 取出副板 注意副板背面还有一根同轴线 挑开后分离 副板背面只有一个卡槽 剩下组件的排线都被压在了电池下方 只能先拆电池了 电池的固定方式依旧是魅族式的快拆设计 撕开三边 用力拉底边就可以轻松取出 18 Pro 的电池容量是 4500mAh 18 是 4000mAh 都采用了 ATL 电芯 生产商为自给自足 继续撕开电池下方的贴纸 现在就可以取出主排线了 主排线和 Type-C 口集成在一起 充电口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底部的麦克风和天线小板 是集成在一根排线上的 挑开麦克风 可以看到下方有防尘防水的透声膜 这回 18 系列针对几个开孔的防尘防水措施 相当到尾 我印象中这是魅族头一回这么设计防尘防水 为了看一眼这回的超声波指纹 我打算继续把屏幕拆了 但是当我下手的时候 我后悔了 实在是太难拆了 你们看着防漏脚 简直丧心病狂 好在呢 屏幕没碎 现在就能看到超声波指纹模组了 BTB 接口设在了上方 用一根长排线连接下方的主体部分 侧面看着确实非常薄 比旁边的铜壶高了那么丢丢 对应中框的位置 也能看到预留了一定高度的凹槽 模组来自高通的OBT2600 识别速度确实非常快 体验非常棒 我们再来看中框位置 还有一大块散热膜 结合之前的大片散热膜 PCB 散热铜箔 硅脂 VC 液冷菌热板 我们来看看这18和18 Pro 实际的散热表现 先来试机 HDR 高清模式 吃半小时 魅族18和18 Pro 的平均帧率 初期的一致 都是59.6 温度表现两者都还算不错 那我们继续看看原神的情况 帧率方面 18 Pro 表现会好一些 而温度却是魅族18 表现更好 果然 这散热的料确实不是白对的 最后来看看为什么这回 魅族18 系列的握持手感极佳 还有一个细节因素 就是官方宣传的 Age to Age 工艺 大家仔细看屏幕和中框衔接的位置 为了完美贴合侧边的弧度 通过多次抛光处理 多层过渡 最终保证了整体的贴合度 这缝隙控制的相当精密了 难怪我拆屏幕的时候 非常难下手 魅族18整机有4种共21颗螺丝 而魅族18 Pro 有3种共20颗螺丝 来 众丝归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拆解就到这里 那些担心轻薄机身会影响到手机性能的发挥或者散热表现的朋友 这下应该可以放心了吧 魅族这次不但追求机身的轻薄 在系统层面也开始追求轻薄 推出Flyme 9安全纯净系统 官方称之为零广零推零预装 你没听错 我也没说错 从魅族18系列开始 魅族干掉了官方APP上一切形式的广告 也不再预装任何第三方APP 并对用户自行安装的第三方APP默认禁止通知 还你一个亲近的世界 当然 丁丁和微信的通知记得要手动打开 不然你的老婆和老板是会让你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亲近 不同于往年的旗舰发布 今年的魅族18和18Pro的双键合璧很是性感 大的探索极致性能 小的追求最佳手感 在开年的心机大潮中 让大家感受到 虽然道路崎岖 但不管未来如何 魅族仍然在尽力地打造魅式产品 视频的最后我还是想感叹一句 这魅族18的手感 真是太TM爽了 谁握谁知道啊 我是罗宾 这次爆竿连拆亮台 我也不求大家三连 投币加买模 双连就行了 我们下期想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